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之前跟大家讲了1934年的西环煤气股爆炸案的经过 其实这里都有发生过一些神奇的事情 在爆炸惨案发生了之后 有很多居民因为忌毁这里死了很多人 而纷纷搬走了 因此灾区就有传出闹鬼之说 在夜晚街坊不时会听到 街上传来哀号的声音 在嘉伦台的山边 也经常会有白影闪过 不过可能那些遇难者 都是街坊一份子的关系 他们也没有去刻意去现身去吓人 更加有些街坊感到 灵体是暗暗地保护着他们 可能就是那位英勇殉职的印巴籍保安 所以一些居民也落于去供奉他 后来煤气股搬迁 原子就兴建了西环大厦 在这个施工期间 也有不少的工业意外发生 后来建筑工人就听了街坊的说话 去集体供奉那位印巴籍的保安 工程就得以顺理进行 直到1961年西环大厦建成之后 它的灵位就重新安放在第八座的地下 大厦入伙之后的没多久 就有这个导策光顾 有一晚突然间有一个导策潜入了这栋大厦之后 正在他打算爆洩的时候 他聚精会神地叫开一个单位的门锁 突然间发觉他的背后很热 回头一看 他见到一个全身发着火光 面容好像灰炭那样的人 站在他的身后 接着没多久 那个导策的衣服也都着火 一瞬间他整个背脊也都在烟烧着 在情急之下 他只好大声呼叫救命 惊动了那些住客 等那些住客帮他灭了火之后 其他人就再没见过那个浑身是火光的人 最后大家在这个责人盘问的时候 责人就将整件事件和盘托出 接着就送去警局查办 而大家都相信这一次的灵异事件 是那个尽忠职守的印巴籍保安显灵 守护着西环 虽然灵委有很多的居民 前来拜祭香火不绝 但在2015年西环大厦拆捨之后 灵委也都不知所终 大爆炸的传说也都随之烟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